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和大家采访一下他 看他有什么和我们分享 新任香港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 柏加礼在本月正式上任 并且截剑了纽约各界商业领袖 柏加礼将负责推广和加强 和美国东部31个州之间的经贸和文化联系 他曾经担任香港驻逝离经贸办事处处长四年 并且在香港特区政府效率出进组工作 担任政府内部管理顾问 倡导公营机构部门的改革 柏加礼表示 我很荣幸能够在美国纽约 这个对我是另一个挑战的角色 或者你会知道 我以前在澳洲逝离 有四年相似的工作 现在我在纽约的工作 是面对美国东部31个州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你可否跟我们说 怎样香港可以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呢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exposed to competition and it's because of the competition and Hong Kong's flexibility to adapt to change and to competition that drives Hong Kong's success and I think that that will continue in the future 那么你今次上来的目的又是怎样呢 The role here is to represent Hong Kong and to promot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Hong Kong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at presents to澳洲美国家公司 businesses,students,visitors to do things in with or through Hong Kong Hong Kong's a great place to do business great place to invest a great place to study and a great place to visit so come and join us Thank you Thank you 明月主席美国酒店叶大亨林建宗先生 美国华裔酒店叶大亨林建宗先生 为今次选美会的明月主席 日前的总决赛记者会 亦在纽约市布洛伦喜来登酒店举行 并且由大会主席何止慧讲解 和介绍亚洲小席的历史 并且感谢各新闻界及各好友商家支持和鼓励 明月主席美国酒店叶大亨林建宗先生 亦都在会上发言 大会上美东亚洲小姐佳麗表演了交通安全歌 推广纽约市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华策会人睡中心总监五宝宁女士表示 感谢宣传交通安全 今年美东亚洲小姐选举将会由12位候选佳麗中 选出冠亚贵军 冠军将会代表美东地区 返返去香港参加ATV亚洲小姐大中华总决赛 郭佳麗的年龄由16至25岁 有专业训练和高质学历 并且参加和支持多个华人社区慈善敬劳活动 大力支持纽约市交通安全活动 更获得纽约市交通安全大使的称号 美东亚洲并且支持华策会人座人百万行活动 大力支持青少年筹监活动 我们多谢你支持我们 我多谢亚洲电视 给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美东的佳麗能够推广我们美东的节目 所以我们绝对会支持 因为他们的成就就等于是代表海外的华人 代表纽约的文化 我希望能够令纽约在全世界上 都可以得到中国人知道 纽约仍然有一个天空 是这么大的天空 给我们中国华人在这里来发展的 你好 你要求我们亚洲小学生做什么 多些做多些社区的事 就是推广我们华埔 我们华埔 普姆华埔的形象 生意 你好 这个活动的意愿有什么 我想选美除了看美女之外 有其他意义 有其他意义就是 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华人的文化 不仅是美 而是内容方面 风格 也做得好的时候 会提供我们华人社区里面 旅游生意 什么都可以发展 所以不仅是哪个美的问题 而是有很多多元化的表现 我们的亚洲小学生 我们的亚洲小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